7月15日消息,今天凌晨世界杯340决赛,率领比利时队2比0战胜英格兰队之后,阿扎尔以三球二助攻结束了本届世界杯,赛后接受采访时,扎球王透露, 可能会在今夏离开谢尔西、阿扎尔本场比赛,阿扎尔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赛后,他被评为本场比赛最佳球员,接受采访时,阿扎尔对于继军奖牌,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个安慰奖,因为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明天的比赛决赛,他对球队本届世界杯表现表示满意,我认为我们得到了一次美妙世界杯旅程,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已经实现了目标,两年后欧洲杯,四年后另一届世界杯,我们都有能力赢下来,阿扎尔接受奖牌 当有记者问到阿扎尔的未来,他突然表示,在谢尔西我度过了美妙的六年,现在或许是时候开启新的冒险了,在这届世界杯后,我会决定留下或是离开,但最终的决定权在谢尔西那里,如果他们决定放我离开,你知道我想去哪里的,这其实已经是明明白白地说自己想走了,等着谢尔西放人, 暗示将离队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阿扎尔暗示的正是黄马,阿扎尔早就说过,黄马球衣具有特殊气质,并且这是一家他梦寐以求的球队,在C罗离开黄马加盟尤文图斯后,黄马这个夏天一定会引进更年轻的巨星来顶替C罗,一直有传言阿扎尔可能去黄马,据悉,黄马最高打算为阿扎尔包价2亿英镑,2.26亿欧元, 如果成交将打破内马尔,去年夏天2.221亿欧元,转会巴黎圣日尔曼的世界记录,黄马想要他此外,丹麦民宿小劳德鲁普,最近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阿扎尔已经准备加盟黄马了,劳德鲁普认为,阿扎尔加盟黄马对双方来说都是好事,我和阿扎尔几天前聊过,他已经准备好登陆伯纳乌了,这对他和黄马来说都是好事, 在俄罗斯,他证明了他有多棒,世界杯表现出色,阿扎尔与切尔西的合同,到2020年夏天才将到期,据悉,6月阿扎尔曾要求切尔西提供30万英镑周新的新合同, 但是切尔西并没有答应,在萨里取代孔帝成为新主帅后,阿扎尔的未来也更添一问,新帅萨里此外,据比利时媒体报道,切尔西几乎已经准备放行门将库尔图瓦转会黄马,阿斯豹则透露,比利时门神有强烈的愿望,重回马德里这座城市, 库尔图瓦的家人一直居住在马德里,加盟黄马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孩子,目前,库尔图瓦在蓝军的合同仅剩一年,切尔西会考虑提前将他套现,在世界杯军战赛后发布会上,被问到是否会与阿扎尔一同前往黄马,库尔图瓦笑答,无论我走到哪里,阿扎尔都必须跟着我,我们不会让彼此分离的, 阿扎,再说吧,现在最要紧的是享受假期,库尔图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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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